好致勝這個習近平大量清洗解放軍高階降臨的同時 國際媒體現在追蹤彭麗媛真的會掌軍權 是沒有錯 其實國際媒體對於彭麗媛入軍入黨 進入解放軍進入共產黨的這個中央委員會 一直都有相關的傳聞 現在大概很明確的看到 因為彭麗媛在近期 在這個副相關的單位考察的時候 他的頭銜是中共中央軍委幹部考評委員 所以他很好奇 已經記得中共中央軍委幹部考評委員會 這樣的一個委員 那這個考評委員會到底是什麼東西 彭麗媛為什麼掛著這樣子的頭銜 在四處巡視 那就會發現說 是不是他進入這個所謂的掌軍權 進入這個軍委指日可待 那我們先談這個考評委會是做什麼 簡單講是2016年 習近平在推動軍改的時候創立的 那時候只做兩件事情 他的口號就是要終於落實 軍委主席負責制 那誰是軍委主席 習近平嘛 所以就是要對軍委主席負責 而設立了這樣一個考評委員會 然後用什麼科學選人 科學用人來任用軍事幹部 換言之我把它叫做 他其實是這個解放軍的東廠 要透過他的這個考評監控 平和之後才能夠 這個幹部才能夠升遷 那習近平如果掌握了解放軍 這個將領的升遷 擔任這樣的考評委員 那等於實質某種程度 他就掌握了這個解放軍 未來的軍事的權利 這也很微妙 就是說解放軍從過去這個黨指揮槍 那變成然後在這個習近平這幾年 不斷不斷的清洗解放軍之後 變成習天下 現在看起來習近平連習天下都不放心 要進一步把彭麗媛拉進來 變成家天下 就是習家的人自己掌控軍權 我覺得這是習皇帝 他一路走來要當皇帝的一個必然的趨勢喔 而且這樣子的一個發展 其實在今年就五月初的時候 這個習近平訪問歐洲的時候 也可見端倪 很好玩 在習近平訪問歐洲的時候 彭麗媛當然也跟著去了 王毅喔 這傢伙真是老狐狸 他其實在第一時間就秀出味道不對 他就他就這個 呃寫了一篇文章說 欸這個讚頌夫人的魅力外交 什麼王毅這個人什麼時候突然間去讚頌彭麗媛了喔 那時候哇這彭麗媛出跟著習近平出訪 三國的元首夫人啊 二十幾場的那個外交啊 都非常非常的得體啊 為中國怎麼樣 那你想王毅都做這樣的一個說法 可見得啊 秀到這樣的風聲 而且在那個歐洲訪問的時候 其實還有兩個人也同時 有很特殊的角色出現 一個就是這兩天才宣布 升任這個中國外交部長的華春瑩 那時候他其實坐在馬克宏跟習近平中間 然後幫忙做翻譯 一直覺得說他的他的角色的特殊性 似乎大幅的凸顯 果然華春瑩在講述一席 沖繩的主權未定論的時候 立刻就宣布升任外交部長 另外一個一樣在那個畫面 華春瑩 彭麗媛 還有一個叫孔紹遜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他是誰 可是在那個訪歐的照片當中啊 他跟王毅站在第二 一起站在第二排喔 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 孔樣站在第二排 被傳出他已經接替 這個擔任中共中央軍委辦公室主任 他是誰 如果大家有印象去找的話 他就是去二十大的時候 那個時候把胡錦濤架起來 請出去的那個高大的那個五官 他就這中央中維中央中 中共中央軍委辦公室主任 這個孔紹遜 他現在跟王毅站在同一排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習近平越來越緊縮 他的用人的圈子 為什麼會這樣子 其實很簡單一句話 因為從去年 這個火箭軍出世開始 七月到現在的四月 一共有四十個將領 不明死亡 習近平在沒有人掌軍權的時候 只好動用彭麗媛 動用孔紹遜 這種加成他的這個家人 來掌握軍權 來恐怖他自己的權利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官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小鈴鐺